何嘉琪議員 主席 真是很有趣 副局長所有事情都不評論的 你在這裡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又浪費我們的時間 因為事實上那條條例 就寫得很特別的 五六九章負六十七 就說那個主任信納有密切聯繫就可以 我們一直問你原則 我就不問你個案的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原則 就是為何舉個例子 那些漁農界的根本風貌和不相及的就可以做 那就工程界或者社福界 或者甚至是高教界 一些基本上要是學生 要是在做工程那些 就被別人DQ 取消資格 不如你講個原則 你不要講個個別的個案 你選舉事務處 或者你放了一個選舉主任上桌 那你也有些原則給他的 你可不可以講一些原則給我們 主席 其實原則我剛才已經都說過好幾次了 主席 其實我們今天來討論這個議題 主要都是想說回行政長官選舉的實務安排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適合 你簡潔一點 你講一些原則出來 我們都聽了很多次了 但是因為剛才郭家麒議員可能不在場 或者你再簡潔一點再講一次好嗎 整體來說選舉主任他作的這些決定 究竟那個提名是不是有效 一個參選的人士他是不是符合資格 都是要按照那個法例的要求去做決定的 密切聯繫其實在法例裡面 也都已經提供了一個展示 是給選舉主任作為一個指引的了 一般來說他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是需要考慮那個界別的組成和選民基礎 如果有問題的話 他們可以向這個提名顧問委員會 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 在考慮了這個法律意見之後 作出那個決定 主席 我基本上那個總的原則就是這樣 謝謝 其實你沒有什麼原則說的 主席 他的原則如果簡單來說 就是確定他是不是自己人 不如 因為你那些漁農界的那些 大家都見得到 跟參與漁農的事務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公司秘書也有 做文職也有 連拿個鯊頭也不懂的 又沒打過魚的 那就可以是漁農界的代表 那你就講了一些原則 那些原則基本上並非原則來的 不如我問一下副局長 你就是所有這些選委 你簡單來說 第一要確保自己人 是負責選舉事務的公職人員 一直以來都是以政治中立的原則 按照法例的要求去舉辦這個選舉 是完全沒有剛才的國議員所看到的那些考慮的 那為甚麼那些人會被盯出局呢 主席我已經解釋了很多次了 我沒有補充 主席我覺得真的很可惜 雖然這場戲大家都知道 這個小圈子選舉可能一分鐘的結果都不用選都知道 而那些並非自己人的選委可能都未必有用 但是政府在整件事裏面是做得很難選 就是將一個已經醜到不得了的小圈子選舉 還要繼續矮化了它 只會令香港的市民看這個選舉 我覺得是一場戲來的 一個是絕對的鬧劇 好 邝鎮宇 邝鎮宇議員 對不起 主席 我想再一次重申 我不同意郭家麒議員剛才的說法 明白 邝鎮宇議員